近期据多家台媒报道,大陆电动汽车品牌将在2024年进军台湾市场,因为台湾地区的汽车商玉龙集团,也有代理销售比亚迪和奇瑞电动汽车品牌的计划,此传为一出,不得了,岛内露营又哭又喊,台当局水军甚至说是大陆电动车要血洗台湾市场,如果消息属实,那对台湾省消费者来说,那绝对是一件好事。 然而露营水军自以大陆要血洗台湾市场,来恐吓台湾老百姓,以病毒般的速度传播开来。 1月28日,玉龙集团发表声明称,此事并非事实,台湾车辆工会也声称,木,前台湾当局政策规定汽车整车,底盘及少数几项零配件,都不得从中国大陆进口。 1月29日,台湾当局经济部出面澄清,现行岛内法令仍未向中国大陆开放整车进口,这说明此事纯属空穴来风,但奇怪的是,造谣的和辟谣的却是同一种势力,大陆电动车要血洗台湾市场。 这种耸人听闻的用词,不就是露营水军制造出来的吗?而出来说明台湾市场仍然拒绝对大陆电动车开放的,不也是露营吗? 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,自己打自己,这叫打提前辆,先用一个血洗把台湾老百姓吓住,给他们做点心理建设,表示台当局在保护岛内汽车业,爱台湾了。 以后向大陆开放电动车市场压力越来越大时,台当局就可以用名义拒绝来给自己开脱。 以前我们总是听说,厂竞争越激烈,产品性价比就会越高,最终让消费者受益。 然而台湾与大陆的贸易关系根本不是这样子,它什么都能卖到大陆,但大陆产品则这个不能进来,那个不能进来,要是大陆一些产品真的会冲击岛内产业。 那也算是有点借口,但台湾有汽车产业吗? 谁听过台湾省自产的汽车品牌? 自从蒋介石败腿台湾到今天为止,台湾街头跑的不是日本车就是德国车,还有美国车,欧洲车。 所谓台湾汽车业,不过只是从日本买了些过时设备,再在台湾做最后的组装程序。 也就是说台湾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汽车厂,更不要说汽车产业,成立于1953年的玉龙汽车,通过引进、消化、再创造。 曾在1986年推出首款车型飞铃101轿车,但很快就因为该车电子设备故障率起高无比,再加上车身断裂事故频发,两年之后就夭折了。 后来又推出飞铃102,据说卖了荷兰5000辆,岛内大吹一通,说打开了欧洲汽车市场,但到了1993年,全球只卖出8辆,为了抢救一下自己,飞铃102还跑到东北长春参加车展推销。 东北人心一软,还真有人买,再后来又推出了纳指节,存活期为2011年到2016年,其他陆陆续续有过的品牌还有,生产三菱车型的中华汽车,引进福特车型的六合,生产丰田车型的国律汽车等,都是采用授权方式,都是昙花一现。 所以说台湾省所谓的保护汽车产业,根本就是规则,保护了几十年,保护一个不存在的东西。 今年一月,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,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,日本汽车工业会发布数据显示,2023年日本汽车出口量442万辆,而中国汽车出口是491万辆,这才是露营制造血洗谣言的真正动机。 他们怕自己挡不住大陆电动车及其他汽车登陆台湾,本质上就是台当局反中抗中意识,在汽车贸易领域的体现,喊血洗台湾汽车市场的那些人,不过是在跟露营打配合罢了,抗拒大陆电动车,岛内除了政治因素之外,还有利益集团的因素。 汽车代理销售这块肥肉,早就被几家公司瓜分,然后他们结成了黑道市的联盟,日系、美系、德系三分天下,其他车要进到台湾,黑道联盟的肉就会少一块,车进来越多,肉就会越少。 如果他们真的是黑道,那也罢了,毕竟打打杀杀还有警察馆,而且你们总不能阻止所有台湾人购买不受你们控制的汽车吧。 汽车黑道联盟的可怕之处在于,他们跟台当局勾结在一起,用提供政治黑金的手段来得到自己需要的政策。 这里水非常深,说简单点就是官匪勾结,比如特斯拉在台湾介于230万至260万台币之间,折合人民币要达到49万到58万左右,而它在大陆的售价大约是26万多一点。 为什么会这样?就是因为所谓的保护政策,台湾汽车黑道联盟拿到的特斯拉价格,与他们在台湾出售的价格存在一个巨大差价,这就是他们的肥肉。 其他地方一般是由官方收取高关税,中间商捞不到这么多钱,但台湾是黑道联盟收走,再割泄漏送给政客,政客们就帮他们挡住其他车进来,这个机构就是台湾省车辆检验中心,为了保护黑道联盟利益,他们甚至要某个不受欢迎的车系行车年年检查,并不是取样检查,而且还人为的提高标准,那长时间,而黑道联盟代理的车系, 则无需如此折腾,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大陆电动车到了台湾,结果会怎么样?说你这个不行,那个不行,就是不让你进来,这是台当局搞拒绝开放,大陆汽车整车政策之后的第二道防线, 而露营名嘴这两年则在拼命宣传,大陆电动车很差很落后,这家伙记得吧,就是说大陆人民吃不起榨菜的榨菜哥,他现在从榨菜专家转型为汽车专家了,为了点赚点新台币,他在绿媒节目中,到处说大陆电动车惊语其万, 同时把日本车吹上天,这就是认知作战,针对的是岛内民众,在舆论场上双管齐下,一边诋毁大陆电动车,一边说大陆电动车要血洗台湾市场,不过这些阿猫阿狗小喷子赚的是小钱, 大钱都在政客口袋里,既然政客们帮黑道联盟挡住了大陆汽车,那么蔡英文,王美花这些人的报酬怎么少得了,为了自己的利益,他们可以降台机电拱手送给美国,却不愿见到一辆大陆汽车出现在台北街头,而车辆检验中心也不少转,因为代理商把进口车送件时,每一辆车都会给这个机构,一万元以上的新台币辛苦费, 最后这些成本全部摊在了汽车上,由台湾民众承担,台湾汽车为什么这么多,因为很多人真的买不起汽车,包括一些中产,大陆汽车进台湾,对老百姓来说,绝对是利好之事,但这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,消费者要省,好之便宜又大碗,然而台湾人没得选,因为台当局保护的不是他们的利益,而是自己和特定集团的利益, 好之便宜又大碗又怎样,非但不要,还要用血洗来吓唬老百姓,黑岛联盟那几个车行老板,为了长久保持垄断地位,就给民进党输送黑金,以确保他们能够上台,台独需要提升国际能见度, 他们就动用自己与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车企关系,请对方企业搭桥,跟政府会议会里的要员联系,然后欧美国家的政客就往台湾地区跑,或者台湾地区的政客往欧美国家跑,日本就更不用说了,能请到什么样的政客级别,这些黑道联盟就能出不同的价钱, 这种官匪勾结拼外交的模式,从沉水扁时期就已经形成了,赖清德敢去改变吗?汽车黑道联盟,只是台湾官匪勾结的一小部分,他们能帮赖清德上来,同样也能置其于死地,所以他非但不敢,而且会变本加厉,既然台当局要如此丧心病狂地,抗拒大陆汽车进到台湾市场,甚至连血洗都说了出来,那么我们就不必对其客气, 终止两岸依斯亚非协定是合情合理的结果,这是完全正当的行为,孩子惯坏了,不但会觉得父母的关爱是必须的,而且还会认贼作父,良药苦口利于病,因为台湾病得太重太深了,教台当局做人也是为了拯救台湾人民的明天,红旗一定会来到台湾省。